各位朋友好 大家看到6月9号的香港大游行 是不是很受鼓舞呢 我本人是很受鼓舞 这次香港反送中的大游行 我总结了一下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参与的人数特别多 主办方公布说是有103万人 亲共派的人说没那么多 只有七八十万 无论你用哪个数字 这次都是九七香港回归以后的 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 第二个特点就是参与游行的年轻人特别多 现在的亲共派多数是老一代的移民 老一代的那些从广东跑到香港的移民 从小他们就被中共洗脑了洗坏了 现在在香港出生的 在香港长大的这些年轻人 绝大多数他们都是认同普世价值的 现在这些年轻人 已经成了香港民主运动的主流 第三个特点就是游行 非常有秩序 一百万人一起行动 没有出现踩塌和拥挤的现象 甚至是在街道上都没有留下垃圾 大家不得不说香港的这个人的 公民素质是非常高 第四个特点就是 多数的香港警察 他们是非常同情和支持游行的 在这次游行当中 警察基本上只是履行他们自己的维护秩序的职责 没有阻拦游行的人群 只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有一些人都是到立法会周边聚集 这个时候有少数警察试图挑起事端 但这个只是少数警察的行为 香港的警察总共有五六万 在这个当中 总是会有少数败类的 大多数警察都明白 一旦逃犯法律通过 每一个香港人 包括他们自己都是一个威胁 所以他们不会镇压 即使他们想镇压 现在这次也没有办法 因为人数太多了 达到一百万是警察人数的二十倍 那怎么镇压呢 一个人怎么镇压得了二十个人呢 任何地方的反抗运动 它都是一样的 大家要想不被镇压 那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队伍扩大 队伍扩大到一定的程度 警察抓不完了 法院审不了了 监狱关不下了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不敢镇压了 秩序就瘫痪了 现在大家需要考虑的是 香港今后的局势会怎么发展 对这个局势判断清楚了 再做出相应的策略 相应的规划 那一场运动才能够持续 最后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 我们先来判断一下局势 现在看起来 对立的双方都不会轻易让步 反对派经过这次6月9号的大游行 声势浩大 士气旺盛 这个时候没理由往后退 而林郑月娥和建制派的这一方 他们也没有后退的迹象 林郑月娥昨天刚刚发表过一个讲话 说他可以和反对派沟通 但是他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说香港现在法律体系有一个大漏洞 他一定要给他补上 这也就是说他要继续修订逃犯条例 当然了 大家也知道林郑月娥 他就是个傀儡 他并不是真正的自己能够拿主意的人 他背后还有一个主人 那就是习近平习近平政权 从习近平这个上台七年以来的这个所作所为 看起来呀 这个人呢 他是不会妥协退让的 一般来讲 很多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 他们都有这种心态 他们就是认为呀 退让妥协 那就是示弱 而一旦显示出自己的软弱 手下的马仔 就会失去对自己的信心 敌人就会群起而攻之 那自己就危险了 所以说呢 妥协退让就是示弱 而示弱就是找死 所以说他们绝对不愿意 不能够妥协退让 当年2003年的时候 香港50万人上街游行 那个时候胡锦涛当政 他当时呢 就是退让了 因为他不是独裁者 他只是儿皇帝 他退几步 也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灭顶之灾 现在习近平那就不同了 他一步都不想退 也不能退 面对美国贸易战 这么大的压力 他都不退 他怎么会对香港的老百姓 这个上街游一下行 他就退让呢 他不会对香港退让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啊 他现在正在把中国变成大朝鲜 而香港呢 现在还拥有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 所以说他必须的 这个防止香港成为自由民主的堡垒 以防止香港啊 成为反共反习的基地 所以说他必须要拿一把刀架在香港的脖子上面 让香港人不敢乱说乱动 大家要意识到啊 香港现在不仅仅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它也是反对派力量最强大的城市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啊香港的这个反对派啊 他们是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在过去每一次这个选举当中 他们基本上啊都得到这个选民的60%左右的支持 有这样的民意支持度 中共要想把他们消灭 那是非常困难的 除非是中共啊 要搞这个放弃一国两制 就搞一国一制啊 但是呢 那么一搞 你把香港整个的都毁灭了 那第二个呢 是香港民主派 他们是有组织体系的 虽然中共过去啊 做了很多工作 让他们风化瓦解 但是呢 大家在大方向上面 还是一致的 那有时候啊 他们还是可以联合行动的 那第三呢 就是香港的民主派啊 他们有国际联系 他们和很多西方国家的这个政府啊 政党啊 媒体啊 都有很稳固的联系 所以香港的每一次的大型的这个抗争行动啊 都能够得到国际的支持 第四呢 就是每年啊 都有几千万的大陆人到香港自由行 再加上香港的这个广播电视啊 这个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啊 都能收听收看得到 所以说香港对这个大陆的民众 具有很大的这个影响他们的潜力的 就是因为这种潜力啊 郑小平当初啊 就非常非常的害怕香港 他在香港回归之前啊 他就反复的强调 说啊 香港和大陆之间啊 要紧水不放河水 但是呢 他是说一套做一套 那大陆的河水一直在犯香港的紧水 习近平当局啊 他们害怕的 也就是香港 这个香港的反对派啊 影响大陆的这种能力 那现在中国 中共啊 在中国国内的这个局势已经相当危急了 形势越危急 他们就越想把香港的这个钉子拔掉 这个隐患除掉 所以说习近平现在要修订这个逃犯条例 那有了这个条例 他就等于是啊 拿着一把刀架在香港人的脖子上 尤其是架在香港反对派人士的脖子上面 让大家都不敢反抗 香港人不敢反抗了 那就不会啊 去带动大陆的反抗运动了 香港呢 也就不会成为反共反习的基地了 现在呢 有迹象表明啊 习近平当局啊 他是要强行的通过这个调犯条例的 逃犯条例啊 他要通过两件事情 现在他正在做两件事情 阻止这个香港这个抗争行动啊 影响到大陆 第一件呢 就是在六九大游行之前 习近平当局啊 就调集了一大批的这个武警 调到深圳和惠州这一带集结 现在他们还驻扎在那儿 其中有一大部分呢 是从湖南调过去的 这部分人调过去是干什么的呢 不是去镇压香港的 他们是要防止香港啊 这个行动啊 扩散到珠江三角洲啊 让珠江三角洲地区啊 也这个老百姓呢 也起来反抗 但是呢 大家都不用担心啊 这个国内的朋友告诉我消息 说这些武警部队啊 他们是没有枪支弹药的 他们只带了盾牌和警棍 这也就说明了习近平政权呢 他现在很没有信心 他是处于两栏景地啊 这个他们 当然想用鹤枪实弹的这些武警 去威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居民 但是呢 他又不敢相信这些武警 不敢给他们发枪 他们担心了 一旦他们有枪了 那万一他们化变了怎么办呢 万一他们站到老百姓一边怎么办呢 那整个局势不就失控了吗 习近平做的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他加强了 最近加强了对香港大游行的这个消息风暑 那现在内地的那些王警五毛啊 现在是加班加脸的 封号封群啊 删帖 我打电话问了很多国内的这个朋友 他们都说啊 当地老百姓对香港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呢 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是一无所知 习近平呢 采取这些措施 他就是要保证香港的这个大游行 不会波及到内地引起连锁反应 香港人呢 只要不能够引起连锁反应 你即使是举行再大的游行示威 只要不扩展到大陆 他对中共的威胁就不大 那香港人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啊 即使我们一百万人上街 两百万人上街抗议 习近平还是照样可以通过这个逃犯条例的 因为特区首长不是我们选举的 立法机构很多人也不是直选的 他们都是只接受习近平的控制 只听习近平的话 他们不需要听香港人的话 所以香港人现在呀 必须得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啊 这一百万人大游行 都拦不住他们做坏事的时候 那么下一步 我们怎么办 6月12号那个立法会就要进行二读了 立法会的大多数的这个议员呢 都是中共的马仔 他们是极有可能强行通过的这个二读的 通过了之后大家怎么办 那选项呢 还是有的 那这里呢 我就给香港人 尤其是给香港反对派的这些领导者组织者 提几条建议 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继续游行鼓舞士气 虽然这个游行呢 不能阻止中共作恶 但是呢 游行也可以鼓舞香港人抗争的士气 那6月12号举行大游行呢 看起来是来不及了 但是呢 7月1号公众假期 今年的7月1号的这个大游行呢 大家一定要动员的 再彻底一点 规模再大一点 那第二个呢 就是效法太阳花 包围立法会 宣布香港公敌的名单 台湾的那个太阳花运动啊 他们是直接占领立法院的 但是在估计啊 在香港很难做到这一点 但是大家至少可以啊 在6月12号啊 和今后的一些日子 包围立法会 同时呢 我还建议 把那些赞成修订条例的这些议员呢 把他们的名单公布出来 宣布他们为香港公敌 这样对他们进行心理上的震慑 特区政府他是个机构 他不会有心理问题 特区首长呢 他又认为啊 自己有层层保护 所以安全感比较强 但是这些马仔议员 这就是他们的弱点 他们安全感呢 没有那么强 他们明白 当他们明白啊 自己会成为香港人民的公敌的时候 他们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危机感 那么这种危机感强到一定的程度呢 就会影响他们的决策 就会让他们呢 在作恶的时候 在卫虎做仓的时候啊 有所收敛 第三呢 就是直接对大陆来民众来进行宣传 这个是最有效的 迫使中共让步的方法 那这个行动啊 做得好 甚至是可以彻底的解决香港的问题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大家对这个香港的政治冲突啊 一定要有一个全局性的理解 然后才能有一个战略性的思维 战略对了 这个才能够取胜 战略错了 那你即使是打赢一次两次的战斗 整体的局势啊 还是会越来越差 03年的时候 香港人曾经赢了这个一次战斗 但是呢 没有能够阻止住中共啊 阻止他们继续侵蚀香港的自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是因为啊 反对派 香港的反对派在战略上面 还缺少了一个环节 一个重要的部分 下面呢 我就来具体讲一讲 97年香港回归之后 那无论中共他怎么说啊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基本的现实 那就是香港特区政府 已经是中共的傀儡了 所以说反对特区政府 反对特首 效果非常有限 你打倒一个傀儡 那后面的这个傀儡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主人呢 他会继续换上一个新的傀儡 换上的这个傀儡啊 可能比前一个傀儡更差 大家对比一下 董建华 梁振英 还有林振月娥 是不是一个比一个坏呀 一个比一个差呀 那中间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振英权 结果呢 他是因为没有百分之百听中共的话 所以后来啊 中共给他挖了一个坑 现在呢 他还被这个关在牢里面呢 所以说呢 反对傀儡 一定要反 但是呢 他这个用处不大 一定要反对傀儡 后面那个主人 那个主人呢 就是中共 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政权 那么香港人 怎么才能够有效的 反对习近平政权呢 在香港举行游行示威 包围立法会 这些都是必要的行动 但是呢 这些行动 不会让大家得到完全的胜利 这都是防守行动 习近平现在已经把刀 架在香港人的脖子上面 香港人要拼命的把它挡开 这是防守行动 防守是必须的 但是光靠防守 不能够取胜 我们守住了这一次 他们下一次还会来进攻 我们要想取胜 那我们要发动进攻 我们要把刀架到他们的脖子上 进攻哪里呢 那就一定要进攻 他们最虚弱的地方 他们最虚弱的地方在哪里呢 最虚弱的地方 在国内 在大陆 尤其是在大陆的民心 现在习近平政权内部 军心不稳 党心不稳 不过最不稳的还是民心 现在中国老百姓怨气很大 因为中共侵犯了他们很多的利益 所以说呢 现在全国各地 都有很多的老百姓呢 在维权 在抗议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啊 维权行动 只要他们 只要这些中国的老百姓 他们走上街头 那就是对中共秩序的一个冲击 如果这些维权行动连成一片了 那就会瘫痪中共的统治 在中国大陆啊 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 同时行动在街头啊 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啊 在同一个时间在少数地点啊 比如说在十个以上的城市啊 每个城市都形成上万人啊 以上的这种行动 那就会形成非常强大的宣传效应啊 形成强大的政治冲击力 那就会点燃全国的抗议的这个浪潮啊 就会让大陆的民心啊 在用街头运动的这种方式展现出来 那就会影响军心啊 触发党内的分裂 那民变就会触发这个兵变和政变 那就会引起颜色革命 所以今年年初啊 习近平和公安部长赵克志 他们都分别召开啊 高层的会议 强调啊 中共现在最大的危险 就是颜色革命的危险 不得民心 这就是中共最大的弱点啊 引发颜色革命啊 引发民众抗议 这就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 香港的反对派啊 完全有能力 来做中共最害怕的事情 把大陆人民的抗争 点燃起来 让他们粘成一片 怎么样做呢 办法非常多 我在这里呢 就给大家列举几种 第一种呢 就是网上传播信息 香港人呢 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通讯手段 把香港抗争的信息传到内地 同时也鼓励啊 这个动员香港 这个内地人民呢 一起走上街头 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抗争 香港和内地同步进行抗争 这样就会引发共振效应 比如说7月1号 香港会有大游行啊 大家也可以动员 大陆的老百姓 在同一天 在各地党委 去进行请愿 7月1号是共产党的这个建党节 党的生日这一天的老百姓向执政党请愿 要求执政党解决大家的问题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香港参与游行的人 有100万人这次啊 如果这100万人都用自己的手机 用自己的电脑 来向大陆传递这样的信息 那中共根本就封锁不了啊 他们也追究不了任何人的责任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香港景点发传单 现在到香港自由行的 每天至少也有十来万人 这个大陆人 香港反对派组织一些人 到这些大陆游客必到的景点 给他们派传单 每天就可以发十来万张传单 而传单上面呢 不需要写太多的内容啊 只需要写明 号召大家行动的时间和地点 比如说 这个行动的时间是7月1号 地点是各地党委的大楼 那这些人回到大陆之后 肯定的忍不住的 就会把这个消息传播给他们的亲戚朋友 同学同事 那每天香港反对派就能够影响到几十万 甚至是几百万大陆人 这对中共啊 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威胁 第三个呢 就是在新界放气球 这种办法呀 更有戏剧性 更有这个新闻效应 轰动效应 香港的新界和深圳只隔一条小河 而且呢 离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都不太远 在香港新界放轻气球 很快就能够到达深圳和珠江三角洲的这个上空 大型的轻气球 它可以携带很多的船单 那用这些气球啊 飘到深圳或者其他地区的上空 然后这个船单呢 一起撒下来 船单上面呢 在写上动员大家七一上街的这种文字 这个消息啊 会迅速的传遍全国 那以前有一批这个北朝鲜的这个流亡者 他们在韩国搞过这样的行动 那韩国政府啊 这个非常害怕金正恩呢 这个乱来 所以才派人阻止了这个行动 但是呢 这件事情在香港本身啊 放气球 这是不违法的 香港的警察是没有权力阻止大家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做 第四个呢 就是要打出导供旗号 过去大家一直在反对特首 这次游行呢 又是要求临阵下台 这个对中共的 中共的这个威胁不大 他们感受不到威胁 他就不会让步 他们就会继续作恶 那么下一次游行的时候 我就建议大家把矛头 直接的指向中共 让中共知道这一百万人出来 是反对中共的 同时也要让大陆人民知道 香港人已经走上了反共之路 大陆人民就会受到鼓舞 他们就会一起走上这条路 那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 一场运动要想持续下去 要想取得胜利 他就一定要创造一个政治符号 一个能够特别容易传播 又能够代表运动的精神 这个凝聚运动共识的这种符号 现在香港反对派 还没有形成这个政治符号 但是呢 时间还不晚 我给大家建议 这样一个政治符号 那就是全民导共符号 这个符号非常简单 就是把共产党的共字 倒过来写 这就是导共 然后呢 再在这个倒过来写的共字上面 画上一个圆圈 这就是代表全民 最好啊 是黑色的底子 红色的字 那如果是在游行的队伍中 出现了几千个几万个 这样的导共符号的牌子 震撼力非常强 我等一会儿呢 就给大家 这个在这个视频后面呢 就给大家显示一个图样 显示一个我们在温哥华游行示威的时候 运用这个导共牌子的这个效果 那现在呢 香港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非常反共 也非常敢于行动 他们叫勇武派 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啊 仅仅在香港游行 中共 它是不会害怕的 用我刚才说的这些办法 把大陆人民的怒火点燃 让大陆人民一起去反共 它才会让中共害怕 那样才能够保得住香港的自由 在结束今天的视频之前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啊 香港人抗争很勇敢 但是需要在战略上做一些调整 大家不仅要反对特区政府 反对特首 更要反对他们背后的主人 中共和习近平 不仅仅要在香港游行示威 还要动员大陆人民和香港人 同时举行游行示威 通过逃犯条例 中共是要把刀架在香港人的脖子上面 要想让中共停手 那就香港人也必须得把刀架在中共的脖子上面 那么我们全民共振平台的主要的工作 就是动员和协调 中国大陆的抗争力量 在同时间在少数地点走上街头 形成共振 我们希望香港的年轻人 香港的民众加入我们 大家一起合作 为香港 为中国的民主自由 大家一起来努力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赞同我观点的朋友 请点赞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